第五場日輝煌前之雷神沿途守住系包商位之下 直路竟然會鬥輸給批酒二碟的老馬噴火龍跑第三 實在是匪夷所思 但跑完這次賽日之後就對外公布回答案 就是當晚原來雷神是大雙上陣 相信隨著雷神有六匹座騎載出有三匹贏馬之後 都已經無人會再質疑這堆馬確實可稱為雷神寶藏 不過這匹馬是今場雖然只跑第三 留意這場馬的斷速是跟統日三班果場是一模一樣 但完成時間就快了九線撇除翻頭場地快的因素 都要簽為高水準賽事 所以其實即使已經輸過第二名 也不可以說是失禮 上次首次雷神寶藏光環再出 但臨場飛數竟然是越賣越冷 就好像有人一早就知班德禮今場會亂跑一樣 班德禮起步後因應排外檔而拖後 但這場馬步速偏快 所以即使留後其實也算賺緊快步速 不過小估不到沿途一直緊揚威晉區的班德禮 竟然會由一碟飛出六碟兜大灣 最後僅僅只可以不到各第三 翡翠鳳凰有面箍的 外面多多歡笑追緊 是不是公海 外面威晉區也都上來 大外到那邊還贏盡天下 最後百多米了 好運寶寶力藥 代之而起 但是這隻多多歡笑 外面威晉區也都上來 內南那邊翡翠鳳凰 接近中鳥 威晉區外面 就一直壓著內面多多歡笑 真是懂得贏就懂得贏了 威晉區 但再拆解頭馬威晉區 是跑出比標準化有成一秒的 極佳時間贏馬 而且看斷速更是中段比前 令馬禁晚後再突然彎位加速 所以即使後追馬表面 賺快步速也好 其實是相當難追 好像班德禮這類彎位 還兜出去大蝕突蝕的跑法 就更加難上加難 而最初正如我所講 日輝王前撤鬥輸 跑第三果場的水準 一點都不低 看回匹威晉區 正正就是在那一場 只是跑過第五 而再看回今場 跑第四的日輝王 其實他做的時間 已經快過統日 在三班跑第二的川河灌區 即使不計是因為快步速 而拉快整體時間 單計本身段速 就已經遠遠好過 在三班果場 跑第四的怪獸奇兵 亦即是說這匹好像兩次都跑到這樣上下的馬 其實是連續跑兩次高水準賽事之下輸近 這匹馬出自總馬強勁力量 和乎馬一旦有表現 就會持續可以打碟上名 最佳例子就是兩匹多節馬超能力 和高大威猛 而今季也有鑽石蝕 升取得誇季連節 留意日輝王長力是止於一里 但沈集成上季就鼓鼓滑滑滑 每當跑一場一里賽跑得接近之後 就會安排去跑一場千八米不斷混淆視聽 今季兩戰谷草一里都表現穩定 但首次兩次高水準賽職 所以再跑谷草一里就很大機會又會變成大熱門 所以馬房又想計算跑谷草千四米博你不信 但其實本身三個場地都曾經想過名 既然雷神寶藏班得你不要 今次停賽換巴道 當然樂於接手 埋門見巴道有親事一貨 相信已經準備就水 第二場期離斷今相對簡單 前次除配被跑谷草千八米回佩田太安出擊拼命 可惜直路初田太安就已經被潘頓打走了一條邊 但最後靠齋推都只不過在最後幾步 才被慶高彩獵彈開 外面追上來還有一隻慶高彩獵 繞到最後二百多米 外面突省已經透出了 再看到後多層 外面上有麒麗斷金 外面還有一隻慶高彩獵 外面還有一隻慶高彩獵 後多層外面上還有歪歪高星 全部外達馬跑得好一點 突省依然是接先 慶高彩獵越邊越近 接近終點慶高彩獵 外面終點前 田太安在雪旗繼續有摸著 但九月中因病區下火線就交由黃俊接手 本身就已經是偏遲開操 看賽前雪紮表現也未夠水準 加上也是一匹需要熱身之後才會更好的馬 上場可以當是熱身性質 賽後都已經被忙 下次從大開封眼罩就代表賣得 因為至今累計七次轉配備是有五次上到名 而且過去贏四場 全部都是配戴開封眼罩 當看排位表果時 果然見到麒麗斷金又加上個配備 但猜不到的是會今次竟然出動潘頓 潘頓本身是常名拍檔 但我個人傾向是前次潘頓鍵打跌對手條邊之後 都竟然會被對手死前坐大半條直路所以索騎 今次熱身之後再出兼初跑五班賽 更難得的是今次只是背130磅 過去有六次背130磅以上是有三次上到名 而三次落地都是排了大外檔 所以這匹馬的負重能力是絕對可靠 潘頓買門有親事一貨 而且由潘頓拆騎是有權跟守中前智慧 但無損爆發力 所以今場雖然會比預期偏熱 都唯有信潘頓有能力幫這匹馬重開盛門 那今天到甚麼好? 想每次賽日一次看完所有參戰馬的評語 和每次賽後收到詳細的賽後評同備忘碼 就快點加入成為會員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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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